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又回到午夜讲唱的历史提琴话 今晚你的题目就是 有钱使得鬼推磨 厉害了,为了我们推磨 除了我之外 还有另外几位 就有加齐、维利 以及民间宗教和地方历史的研究者 他说不让我们叫他专家 不敢办专家 Dr.Cock,郭锦州 我叫你Daniel,好吗? 好,那是Daniel 好了,讲这个有钱使得鬼推磨之前 大家都知道 最近有一位跟乡市、新界 种种原居民很关键的人物 就是刘王法 法叔离开了我们 就走了 但是呢 法叔呢 其实一讲到民间 香港新界的事情的时候 法叔也是关键的人物 是,没错 因为法叔就是 我们很出名 就常常帮我们每年年初都会求签 是吧 本身最初是由何志平政府官员去做的 但是很不幸的 就是沙士那年就求我下签 很不幸的 之后就变成了法叔帮手 但是为什么香港政府 又会这么重视民间宗教 这些东西呢? 你为什么 他刚才说法叔求签有意思 有哪些人可以去求签 都是学民 代表香港求签 是 只是乡市的法叔求 最初的几年 基本上大家都认受 虽然可能有人说不满意 但是下去下去 结果都是法叔求 大家都觉得那支好似不好 就代表着香港 这位新界王 他做了很多事 帮助香港那些民间宗教发展 其实就是 譬如 我们 香港最有名的 难民的神奇 王大仙 王大仙 他入籍香港 很大程度上都是 多谢这位 已经做了鬼神世界的 不知道他是不是 在里面都有一席位 几位人物 法叔 他都有一定的贡献 在当中 嗯 对 你可不可以多说点 你对法叔的生平 好像有些研究 其实 法叔他 尤其是在1967年暴动完之后 其实他在1968年1月 2月左右 他其实和一帮乡市局的乡亲 一起去了伦敦 见当时的联邦少母大臣 George Thompson 那会面的目的有什么意义呢 最大的意义就是 当时乡议局的代表 文件上也没有写是谁 但是法叔是其中一员 强烈要求 当时的英国工党的政府 一定要快点推行社会改革 因为他就说 66年 67年都 有骚动有暴动 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社会上很多不安的情绪 甚至乎是有一种政权会倒下 不单止政权会倒下 甚至乎社会开始出现问题 他们去他听他 英国有没有听他说 到最后是有的 到最后是有的 大家都知道 67年很多研究香港历史的学者 甚至乎我们民间下 都会认为67年暴动 是香港历史 即是近代历史的一个分岁 为何我们每个都要等 等着韦利才让他说呢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一直都在讨论 你想想 一人我们走了之后 就去概观论定 讨论法叔功过的时候 韦利这个观点很有价值 就是他说回 在中间历史的关键转节 六七前后的时候 就是这个新格的乡市的力量 为何进入政治讨论里面 而将香港的走向 有一份贡献 当然你可以说法叔不过去 英国也会这样做 但是历史没有如过 结果法叔就是去 然后香港真的有一个 这样的转变见度 现在70年代 有一个另外一个 全新的面貌 给大家看到 法叔和我们今天的题目 最有意思的关系 就是他对很多民间宗教的发展 是一定的贡献 而这班 法叔代表着香辛的力量 香辛的势力 而香辛和民间宗教 他们如何利用民间宗教 来壮大自己的力量 以及民间宗教 又如何 可能透过一些香辛的势力 在社会上发展 争取信众 很大的程度上 这个互动 是在中国 尤其是明清时代的中国 历史发展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的 有先捨得鬼推某一个题目 待会有很多观点 慢慢讲 就会讲得更多 但是先要讲 由上集到今集 我们都要讲 宗教相关的题目 为什么我们意犹未尽 还要讲宗教呢 原因就是我们发觉 除了我们玩很多 大型的宗教 来到中国 传给很多知识分子 高尚上升一层之外 我们发觉还有广大的 农村的部分 他们对很多民间宗教 对他们有很重要的影响 所以我们才要一连两集 去做一个这样的宗教讨论 完成整个 所谓外来宗教 到本土宗教的一个讨论 所以上一集有些尾声都想加齐再補充 我知道加齐你是基督教士 一定是在浸记有教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上一集我们好像没有讲到基督教的所谓在地化 本土化的问题 其实他们有没有做过这些努力的呢 基督教进入中国 我们基本上学界就会觉得有四次 第一次进入中国就是警教时代 可能是唐朝 甚至乎更早的时代 但是警教来到中国 就很明显 跟中国的平民百姓是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怎么看呢 就是警教的代表 就是大群警教流行中国碑 但是流行中国碑里面 我们看到警教里面的争虑 警教里面重要的人士 全部都是外籍的 很多都是宿特人 或者是来自敘利亚 中亚世亚一带 那中国的汉族的百姓 你见到由名字可以自 就是绝无紧有 由此我们可以见到 就是中国本地的信徒 或者可能有人信的 但是绝对就不是这个宗教的领袖 所以他们在一个本地化上面 不是很成功 我们在警教的经典里面 会见到很多圣经的 或者是基督教经典的哲译 但是没有真实的福音书 或者是旧有圣经的译本 这个就是警教第一次进入 接着第二次进入就是 元朝亚里河温教 但是亚里河温教 就是我们基本上 除了上一次 劳永生先生 跟他提过陈门教授 在民国时候 跟他重索亚里河温 究竟原来就是 敬拜耶和华的仁 那我们要这么辛苦 才找回他的足跡 才知道亚里河温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他是没有影 就是明朝一建立之后 这个宗教的消失 第三次很重要 第三次就是里马逗等等 那些天主教的全教士 他来到中国 这次也有些留下痕跡 这次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其实在明朝末期 清朝初年 进入中国的天主教的全教士 他们大概有两批 一批就是以里马逗为首 那批耶稣会会士 他们是主攻中央 就是觉得中国要由知识分子 甚至乎帝皇 对 信了才可以 他们明白到 如果中国如果官方 不接受天主教的信仰 其实基本上民间是无从 打开这些门路 因为中国的控制很厉害 于是他们都要就一下皇帝 知识分子的后味 所以很大程度上 是调教了基督教里面的一些教义 来到适合中国文化的情况 譬如是基督教里面 就是一个很强烈的一神论 在天主之外 就不可以有其他神 但是他们就容许祖宗的崇拜 或者某程度上尊重祖宗 那怎么说呢 就说到祖宗的崇拜 本身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 而是一个礼仪 是一个纪念先人的活动 纪念先人的活动 你全世界都可以做的 没理由中国人不能做 所以将制造就化解了 另外一个重要的 在知识分子里面的宗教活动 就是拜祭孔子 尤其你在科学考完事 你在科学考完事 你要拜孔子才可以正式进入制度里面 但是拜孔子就好像拜神 那里马逗他怎么解释呢 原来孔子就是一个圣人的人 是中国人的圣人 他们纪念圣人 天主教都有纪念圣人 所以类似的行为都可以做 这个就是里马逗那一派 耶稣会教士他们做的 另外还有一派 那些多明会 或者其他那些天主教的差会 他们是着重民间多些 所以他们是偷渡进来 中和 特别在福建地方 就发展得很蓬勃的 但是他们有一个特点 就是强调天主教的教义 不可以为中国文化 而有任何扭曲 他们就要一套很纯正那一套 那这批多明会的会侍 他们甚至乎后来是指责 尼马逗这班耶稣会会侍 你们是扭曲了基督教的教义 所以差不多是二端斜说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于是乎就投诉和教皇 教皇于是乎就调查 究竟发生什么事 这些东西已经是 尼马逗死了之后 到了清朝 这个问题就发展成所谓离仪之争 离仪之争就是康熙皇帝和教皇之间 就着究竟祭祖拜祭孔子 这些是不是拜偶像的行为 是不是其他别臣信仰 展开拗叫 结果就是中国皇帝就认为不是 应该用利马逗那一套解释 但是浪马教皇就认为 这样解释不通 都是拜别臣 因此禁止中国的天主教教徒 继续去祭祖 以及去拜祭孔子 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康熙皇帝的皇权 现在我们外国的教皇不尊重 于是康熙开始实行禁教 而禁教越展越裂 所以清朝后期 中后期天主教几乎消声匿 即是在内地的地方秘密去传播 这次是第三次来华 所以可见在地化的问题 其实是使得天主教的发展 究竟成功与保 或者是否可以广传是很关键的 第四次就是 玛丽顺等等那些新教传教士 有英国或者北欧那些地方 来到中国的地方传教 这四次 可以见到无论是基督教内部也好 又或者是中国也好 面对着这个在地化或者与否 或者是改变世新宗教与否 都是有一个争扎和矛盾 好了 我们再进入今天 有牵扯的鬼推磨 我先问了一条问题 这条问题就是 就是中国的农村 经常有一个叫山高皇帝院 山高皇帝院的意思就是 我在农村就是自己作事 第一 我想问自己作事的意思是谁作事 皇帝如果说不到事 其实谁才是农村的真正力量 我们说农村佔着中国 95%以上 才是真正的中国 而这个所谓的中国 长期都是农村的想象 什么都没有 几千年都是农村 没有变化 但其实内部是什么 一直都没有真正研究 我们免得浸很多帝王像上 但是下面的农村 其实会有什么事 所以特地找Daniel 跟我们谈 就是有关这个问题 其实是什么基本运作 是怎么运作的东西 当我们说这条问题 其实在讨论的是什么 其实在讨论的是 对传统的思学界 就是在想 传统思学界就是说 中国历史 就像刚才卓言所说的 帝王像上的历史 去到最底最底的地方社会 去到原观 没有了 但是去到最底 原来下面还有一层是民间社会 民间社会原来很有自己的生命力 他懂得如何管理自己 也懂得如何用皇帝的符号 来应付官府 基本上就是这样 至于那个生命力 如何表达到你呢 就是靠祭祀 可以靠祖先的祭祀 或者靠神明祭祀 但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 究竟刚才你说得很好 就是山高皇帝远 究竟这么远一条村 山卡拉的地方 为什么村民会知道有个皇帝呢 我打一打断理 所以《诗经》的小牙小盘里面有说 唯身与治必供必治 就代表着故乡的事物 必须尊敬 所以我相信等法叔 永远会记在香港的史冊里面 各位观众好 又回来《历史是这样》 上一节的后半节 我们就讨论了很多 关于民间宗教是什么 或者说广大的农村是发生什么 我们也有讨论 就是所谓山高皇帝远 农村实际上是哪个人运作 他们的模式是怎样的 Daniel 我等你讲一下 听你说一下 刚才讲到为什么农村的村民 会知道这个世界有皇帝呢 可能我们过往想想 是不是士大夫教他们 但有研究也说未必 可能我们以华南的经验 就是说是道士 或者我们叫南和师傅 他们来到之后 他们的仪式 他们表达 因为他们做仪式的时候 要邀请玉皇大帝来 因为这个世界有一件事 叫玉皇大帝 慢慢投射 我们这里是有个皇帝管治的 皇帝之下有文武百官的 其实南和道士 南和道士就是 正在做文武百官的角色 一层一层这样的 透过这些仪式 他们知道 原来这个世界是有官府在里面的 他们也懂得用这些官府的 语言、礼仪等等 令到自己做回一个 有一个对他们自己最有利的决定 例如我们很多 很多新界农村或者华南 诸室江三角洲 有很多传说 关于皇妃 即有个走难皇妃 宋朝有个妃笨 应该说有一个祖先 娶了一个皇姑 或者皇帝的太太妃子 令到要朱基行走难 这个很多族谱都有记载这些东西 其实这件事有学者解读是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祖先是皇室成 或者是贵族 所以证明为何这些土地是属于我的 即是那个祖先故事 和皇帝的关联 是确纳到我现时 我那个现身的地位 和我那个生命财产 是有利益 是有利益 是有利益和利益有关 博博一句 讲到朱基行就是在韶关 我们说几次的所谓民族迁移 就是说中国人南来的时候 都经过那些韶关里面 就是朱基行这个地方 里面有百多个声称的宗慈在里面 就是不同姓的宗慈 都在那个位置 就是有个小祠堂 里面有些照片 有些纪念 我是今日的姓陈 就在那里搬过来 那天的姓曾在那里搬过来 所以一讲到所谓民族的时候 就提到朱基行的故事 朱基行有很多故事 应该很吸引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说 刚才讲了传说 亦都可以说禮仪 怎样做法可以令到 表达到自己的身份地位 其中一样东西就是 祭祖禮仪 就是说我们拜祖先就拜祖先 就是鬼神 那为什么要在祠堂拜呢 在祠堂拜 其实这件事可能是皇帝 是被泡沫出来的 即是他想宣传一种 这个就跟那个大礼仪 明朝家庭 家庭皇帝 家庭皇帝 那故事就是说 明武宗玩得太开心了 死了 没有梓蕊 那怎么办呢 就在一个唐哥哥 还是唐弟弟 就找了一个樊王过来过去 文武大臣就说 现在你就要拜明武宗的爸爸 就当做爸爸那样拜 自己的亲生爸爸 就不要当他爸爸那样拜 那家庭皇帝不肯 那同班大臣咬了一大论 即是吵了一段论 那有几个大臣是支持家庭皇帝 很有趣地那几个大臣很多都是南方人 港岛人 港岛人 即是霍涛、泽墨水 江中 那结束了这件事之后 皇帝为了有个礼仪改革 为了证明自己是懂得 即是我是孝孝 即是因为大礼仪是比赛 谁更加懂得这个礼仪 更加懂得孝孝 从之以后就说 皇帝赢了 就说不如这样 即是有个改革 就是说 书民可以拜始祖 以前不行的 因为礼法规定 文武八官可以建一些类似家庙的建筑物 来拜祖先 以前也是不行的 因为根据朱喜嘉丽那些 如果是普通平民百姓书民的话 是在家里拜祖先 就不可以在一些这样的特别规定 即是有三进 有些飞禅 有几堂梯 即是有几个楼梯 吸上来的那些特别营制的建筑物拜祖先 是不行的 从此 在明中业之后 就开始有这个礼仪改革 你刚才听到这些 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 以前我们为了一港制造 譬如太子 皇帝制造一个人制 其他人是没有资格去制制 即制制是由一个一个 长子的孙去运作 但你刚才说 就是普通人 或者说 家族里面的各种各样成员 通过这个过程之后 都可以参与进去那个制造 那就差很远 你想想一下本来一家人 只有一个人可以有资格 但现在大家都有资格参与进去 当然 喜欢或开心的人 或者有参与 余有荣燕的人 就会多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可以这样理解 而且很有趣地 这个规矩一打破之后 我们多了个宗族 其实什么叫宗族呢 宗族就是个池塘 这个池塘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控产基金 控产集团 如果类比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的有限公司 或者法人 可以这样解释 我们时讲 有趣的太公分猪肉 那个猪肉其实不是我们来献给太公 是一个太公给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猪肉从哪里来呢 就是那些祖尝 祖尝就是用祖先名义登记的田产来登记 所以那块猪肉其实是太公给我们 我们因为是它的子质 是它的后代 所以有得分这些东西 但是那块猪肉就是一件事 但是那块其实是一个礼仪式 这个仪式表达了 谁是个宗族成员 谁不是的宗族成员 去回答刚才一开始问的问题 那个地方社会 一条村 为什么会有一个生命力呢 就是在那个祠堂开始 就是谁是成员 首先先划分这件事 谁不是成员 谁可以享受宗族的福利 受到宗族的保护 打架的时候 谁保护你 都是由这里开始推而开讲之的 没错 刚才好像郭先生那样说 和卓言那样说 说公众的参与 说祠堂 和宗族 其实在新界 我们可以看到一清而楚的一件事 就是说上山高皇帝 这件事 为什么在英国接本了新界的时候 为什么那些村民知道英国真的来到呢 当然除了一场六日战争之外 打到好血声 之后 为什么其他的村民都会知道呢 就是因为当时港督福利 他是曾经去过邓氏的宗旨 去拜见那些乡村 这件事当然证明了他对新界乡村的重视程度 但其实还反映着的一件事就是 福利 甚至当时港英政府 他们很需要一帮乡村 去帮助他们去管治这个乡村 而同时又可以给 就有一个公众的参与 不单止只是一个皇帝 甚至乎是一个港独 是好像有类似分权的形式 给到一帮乡村 我补充一下维莉加去继续说 刚才说的是1904 托致香港戒指尊条之后 其实英国是早来的 在元朗大埔一带打了六天战争 新界人死了很多 但因为这次流血的事件 中间有一个抗争 英国租回这个新界 没有办法不和人分享权力 如果不是 怎样管治 你不能管治 所以就有你为你所说的公民 他用什么方法放权 其中一个方法是很聪明的 就是一种李文虎官 或者叫做李文虎 这个官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就是他有些用了本身乡村里面的父母官的概念 就是这个district officer 他就是一个父母官 那你们那些乡村的乡村有什么事呢 你就去找他 他的处理方法是怎样呢 他不是移植英国的法律 这个是很巧妙的一个地方 绝对不移植英国的法律 因为洛克他很清楚了解到 如果我移植英国的法律 是完全行不通的 因为英国他们的生活方式 和乡村的生活方式 是两回事 两回事 所以他们其中一个处理 这些诉讼的方法 就是找一些乡村父母出来 然后由他去评定 谁是对谁是错的 而同时李文府官在这里 就可以学习得到 究竟在这些乡村下 有什么规则 有什么标准 去订定 適如错 在这一点上 我们绝对说 身不入官门 死得被入 是吧 入不入官门 就是不要适时找个李文官 但是也有人去处理 我问回Danny 真的犯了多少冲突 两边有点吵架 在古代乡村社会 如何去处理 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 没有理由每次找管理官 是 他们尽量都不惊动官府 希望自己可以管理到 所以 如果在族里面的话 会有一个 舌堂 由族长 或者管理人 或者防长 他们自己处理 如果不同性之间 他们 不要下一刻一开始讲打 会有一些 叫做乡村联盟 我们香港有很多叫做药 就是调药的药 什么药 什么药 很有趣的 刚才维里说到六日战争 其实六日战争 即是真的打之前 他们会有一次 警察师 就跟村民谈过一次 那个位置 就是在文武庙 就是泰和街市那里 其实那个民武庙 就是那个药的中心 他们是七药 即是七个村落联盟 他们一起组织那七药 譬如有临村 有张树滩 有丁角等等 七个 七个陷在一起 他们一起陷了七药出来 就开了一个虚市 就是泰和虚 所以为什么那个核文武庙 正正在那条街的中间 其实就是管理那个街市 所以那个文武庙 是很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和英国的警察师 代表见面 就在那个文武庙里面谈 不过什么好像说 谈不完 谈两句 就被村民走来攻击 是 香港其实很特别的一件事 就是怎么样 刚才为你提到 英国人就不能移植他们的法律 来到新界的地方 所以导致到新界的地方 在清朝灭亡之后 是继续用回清朝的法律 大清律例 其实理论上 到今时今日 还在香港的一些新界地区 它的财产继承 或者婚姻问题上面 有一定的效力 这个可以说是 世界上绝无紧有其他地方 会可以用到大清律例 但是刚才我听到大家 提到一些香治的情况 特别是甘州提到 在这个明朝中业以后 经过一些法制的改革 以及一些礼制的改革 导致到 宗族在 特别是中国南方 就是猛烟地出现 但是我们再想一下 其实在明清之前的中国 是什么回事 究竟 那些乡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是如何 刚才甘州说到一点 很重要 就是一般来说 中国皇帝 或者中国官方 觉得自己的统治 是去到圆级的 大家想像一个圆政府 可能一个圆官 加几个属下 几十人 加一些利 一百几十管 几十万人 一个圆几十万人 你又要怎么管 所以有很多香官在下面 所以说真正管理乡村 可能如郭锦州所说 是欲黄大帝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又回来历史是这样 我们之前有一集统一的时候 都说 即是秦废封建 行郡远 大帝 中国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 之下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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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 去到郡远 就管理地方 天下太平 很好的模式 我们分裂的时候 都说 很多时候地方的力量 就是割据 然后各自有 生机有种种变化 这集我们宗教的时候 我们说的就是乡村 而我们一直都讨论的时候 就是说 尚而下的力量是滲入乡村 中国传统是滲入乡村 但是 到我们前一节开始说的时候 我们发觉 宗教在乡村有自己的力量 而在乡村的人 也都不是那么单向 受到上面统治 由甘心或者完全臣服 而是中间有角力和互动 还有很多的变化在里面 而中间有很多迷人和有趣的地方 所以今天要找你们 就说这个问题 其实中间是什么 力量在哪个位置 各国的力量 是怎样的呢 甘州提到 在明朝中叶 嘉靖朝以后 有一定的 禮制改革 就导致中国人 可以多拜幾代的祖先 因此 那个祠堂 或者是宗族 才会形成 但是之前 其实中国的 不同时代的皇朝 都曾经试过 希望将他们的力量 伸展到圆以下的级数 不过中国的历代政府 都受了一个很大的限制 就是他们的预算 就是他们可以 可以多拜多少人力 可以投入多少的资源 在那个管治圆以下的地方 比如在不同的朝代 都会有些乡官 甚至乎有些组织 比如宋朝 就特别在北方 打算成立一些保甲 元朝就在各地成立一些社 通常都是北方出现的 那些几十户 几十户就在一起 打算每个组织 就有个首长 就可以向远官去负责 明朝 明太祖 就有一个很宏大的计划 就希望将全国 偏承不同的里甲 就是一百户 一百十户 一里 然后 每十一户 就是一个甲 就是用这样的组织 来到去 将这些百姓 组在一起 但是到明朝大概三四十年之后 就是成立三四十年之后 这些制度基本上 就不是很运作到 很多人逃离这个离家 是机械化的 又上以下的组织 就是做不到 根本不可以设立到百姓的需要 所以到了嘉靖的时候 突然之间开放了 这个家族的组织 那个限制 百姓自发地 因为血缘关系 因为他们居住 那个远近的关系 就组成了不同的宗族 以至到大家可以很方便去管理 还加上有一点 就是科举制度的推行 特别是宋朝以后 科举成为了 就是中国一个选事制度 选官制度里面最重要的部分 很多选不了做科举的 但是你参加了各级考试 又受到一定的教育 你入到政府学校里面 已经是生源的资格了 就是 有些科举里面的公明 或者一定的资格 你面对官府的时候 一定的特权 比如见到官你不用跪 可以坐 或者跟他一起站 有时 就可能变一些富 就是你不需要去交这么多税 导致到 如果那些人头 就是其他人头在里面 他们可以省一点 交少一点税 所以你不是 逐渐你那个户就大了 或者变成了一个 旁大的组织 因此 那些科举有公明的人士 他们跟家族的制度 逐渐合流 就成为了社会上的那些乡新阶层 读书一家人 可能几个一起读 几兄弟 可能很多兄弟 每个都中 都可以互相帮助 你是帮我 我帮你 在官场也好 在乡村也好 力量也会越来越大 而且你去省城考试 去首都考试 去北京、南京 这些地方考试 很贵的 谁可以帮你付钱呢 就是那个池塘 宗族可以帮你付钱 做这件事 于是你考虑回来 就要帮回宗族 不过我刚才很同意 家齐刚才说了一点 就是那个变化 由李甲如何可以变到去宗族 其实这个过程是很漫长 也很复杂的 但是我补充一点 就是班门老虎 就是没有这么说 那个李甲一开始 那个是一个户籍登记 什么叫户呢 其实英文说是household 就是里面登记人丁市产 就是有多少人 有多少田地 要交多少税 对不起 不是交多少税 有多少人 多少人丁 多少田地 就定你是什么级数的户 你大户就交多些 小户就交少些税 就是这样 但是刚才正如你这么说 因为李甲的编制崩溃 就慢慢那个户 变了不是household 变了一个帳户 大家都知道那个人丁是假的 错的 就是好像我们说的一条边法 把那些东西全部摊入地税里面 就是负益折银 所以从之以后 那个household的户 变了帳户 问题就是 如果那个是一个帳户 谁控制帳户 就是中族 所以那样东西就变得很灵活 就是可以几个中族 来共用一个户口交税 也可以一个户口里面 或者一个中族里面 用几个户口交税都可以 总之以后就是看看你有多少田地 就是在那个登记里面有多少田地 就交税 这样其实是帮助到那个中族的发展 所以政府管的就是收多少税 对了 只是这些东西 但是为什么由这些中族 甚至乎祠堂 就是刚才好像郭先生那样 是一个帳户去交税 但是为什么 漸漸演变下来 就变成了一种民间的宗教 就是跟民间中 或者这样说 我们说中族这个体系 或者系统 和民间宗教的关系 在哪里 可以说 因为中族 那样很有趣的就是 其实明朝中旗的变化 就是一个就是行政改革 一个就是礼仪改革 礼仪改革 就是刚才说的 就是可以先在池塘製造 慢慢慢慢 其实两个东西配合在一起 很有趣的 可以推行到 令到那个池塘 就是起池塘 变了雨后春笋 周围不断起 起了之后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很有趣的 那样东西 其实是一种投资 是一个集资 是 我们几个人同性的 我们一起 我们有个共同的态工 我们一起投资 一起建一个池塘 那些钱呢 首先第一样是什么呢 就是拜祖先 考训 那这个不能走的 之后来完有剩的那些海店 可以买多些地 买多些地 又可以放高利泰 底洞 又可以用来再买多些地 滚泉 又可以在那间学校 那些学校给我们的指质 去读书 考功名 所以那个池塘 其实是很好用的 那个基金 所以既然这么好用 在经济因素之下 所以越来越多人学这些东西 还有我们说 中族都可以参与 进乡村的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活动上 包括制止的活动 这些活动里面 其实中国的 随着中国的农村为主的 二龙立国 很多的制止 都跟历法有关系 所以我们经常都说 以前的中国人 是没有今天的365日观念 大底就是有中秋 有农历新年过年 或者一些不同的气节 去定 而更加多的人 其实不是清晰的人 年气节都没有什么 就是一些大时大的节兴 就代表着某一个时段 去过年 就是那一个 就是代表着一年 就是他们很多时候 都是一个很循环的一种 而那些礼节的活动 就是由中族 或者不同的一些 那些乡村的有钱的力量 去投资进去 他们主动参与 因为代表着的就是乡村的权力 可不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理解 或者还有一件事 要补充就是 当地地方神的神诞 那个也很重要 因为那个很重要 那个地方神 保护我们 保佑我们 所以我们一定要 去有一些制制方式 来补充 香港也有很多地方神 对吧 没错 不过想接下去 刚才郭先生那里 说一点就是 就是我们说 今天我们是 有钱使得鬼推磨 其实我们是利用 或者这样说 利用一个地方的神 去集资 就是好像刚才郭先生那样 集资有祠堂 然后买地 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些延伸 这件事很有趣的 除了是说买土地之外 甚至乎是说一个庙宇的建设 这里有一个例子 就是湾仔的北帝庙 其实湾仔的北帝庙 它不是一落成的时候 就已经是移鸡的样子 它是逐步逐步摆下去 尤其是它的主角北帝 它是什么时候才来到呢 北帝庙那里 其实很早在光水连间已经有了 但是北帝的主角 什么时候才出现呢 1926年 是由广州 先有庙后有北帝 是的 没错 本身是叫肉虚共的 但是之后 这个故事很有趣的原因就是 因为其实1926年大家都知道 那时候是散港大罢工 所以当时候 广州有一名商人叫曾富 因为那座北帝的雕像 其实是他私人的珍藏 他就害怕 很害怕罢工会不会有骚动 甚至乎暴动 搞到他的雕像会没有了 所以他就找人 在广州运来香港 然后就摆下去 就是在辰转之间 在日本侵华的时候 就摆在北帝庙里面 而在北帝庙里面 还有一些更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不单止只有北帝 他还有冠任 还有很多财神 在1920年代 其实很有趣的 整个中国 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主导之下 有些反迷信 反基督教教的运动 所以很多在国内的神奇 神像 搬来更安全 是的 在港英的护任之下 反而是很有趣 有比较好的保护 神明都要遭老 是的 冷民神奇 要补回一点主意 就是为什么在内地的商人 他们会认为 在港英政府管治的 在香港是安全的 因为有一个 在香港有一个 就是在中国任何的政治 构分下 香港都不会介入 这件事也是 刚才提及过的 洛克去想出来的 因为他面对着孙中山 在革命的时候 他见到就是 如果我投资到满清政府 又可能有危机 我投资到孙中山 又可能有危机 所以他就 採取了一种 政治中立的态度 而他这种政治中立的态度 是一直延伸下去 很长远的 甚至在打完疫情 大战之后 都是继续下去 所以为什么在1920年代 国民党也好 共产党也好 甚至普通的商人也好 他们觉得 香港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所以香港不只是 人的安乐 就是那些神仙的安乐 来到香港就好一点 刚才我们说过大的话题 就是民间宗教 和宗族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在明朝宗业以前 宗族可能发挥的功用 很有限 因为宗族的组织很受限制 所以在明朝宗业以前 中国基层社会 乡村社会 那个组织很大程度上 就是靠那些地方的信仰 不同的庙宇 在不同的地方出现 有道有法 可能有其他 属于所谓民间宗教的那些派别 那些庙宇 附近的居民 他们由于去参加 那个庙宇的宗教活动 比如去庙宇会 那些庙宇会很重要的 那些庙宇会是求神 求神是为了什么 求神是求偶和求神的 就是一起去做的 也有很多娱乐活动在那里进行 有很多交易活动在那些庙宇会里进行 所以那个地方人士 他的身份 或者他们作为一个地方 去理解他们的周租 可能就是民间宗教很重要 但是踏入明朝宗业以后 那个地方社会的认同 就不只是民间宗教 就加上宗族那层色彩 而宗族怎么可能加强地方的控制 或者他们对周租百姓的影响 就是参与很多祭祀的活动 祭神的活动 所以我们说 有钱使得鬼推磨 就代表着乡村经济 和鬼神之间的连结 我们下一节继续 历史是这样 各位观众大家好 回到最后一节的历史是这样 我就要讲一个老讯的小说 这个小说在今天的语境中 有一个全新的感受 就是祝福长林 大家知道的长林素 我讲关键的位置 它有一个关键的细节 就是捐门栏 它就要去找一个土地捐一条门栏 捐门栏就可以解决前身的罪业 因为他嫁了两个老公 在悲剧之下嫁了两个老公 原来他捐完门栏之后 就可以有机会参与小说中的 老四野的祭祀儀式 他以为 但是最后捐完门栏之后 老四野都不让他参与祭祀 今天很有趣就是 他尝试去寻求对地方宗教的庇护 去参与祭祀 进入祭祀的系统里面 但是失败了 最后他就问有没有鬼 而主角就回答他 可能又可能没有 而最后在这样的过程之下 上临祭祀祀 所以你想想老四野这个故事 是非经别人说到 所谓的乡村里面的不同的力量 对一个人的中间的在祭 当然可以说是人的礼教 但同时也代表着 民间的力量 其实民间的力量 我们有时应该要这样理解 就是很多我们说 在地方上的民间信仰 其实它是源远流长 我们有时去看一些说梵舞 说风水 这些其实已经是一些宗教的理念 其实可能这个源头是早过去汉代 或者是先秦时代 在汉代已经很清楚的 我们看了一些武藏 看了很多记录 那些王全世界的理念 人死了之后那些魂魄又如何 欲又通天 是的等等 这些观念 其实由汉朝以后 到我们今时今日 都是保存下来的 所以在民间的信仰上面 有不少面相 其实是反映着一些很古老的 中国的文化 中国那些可能是所谓的宗教观念 我们之前可能说到 比如在中国的东北 或者在日本 在俄罗斯 很多地方会有一些万物有灵的信仰 其实中国可能本土都有 不过这些我们被很多 正统的宗教 道教佛教 那些掩蓋得很重要 但是我们 到了明朝清朝 特别是 我们看到中央政府 尝试对地方的信仰有些介入 比如说很多宗教信仰是淫词 那些淫词究竟是什么 怎么淫词 淫词 应该这么说 中央政府对民间宗教 有一套政策 不过大致上简单来说两件事 要不就是收篇 要不就是打压 收篇就是我承认你 承认你的地方神 所以我们山海经 很多不同地方的山神海神 我承认了你 拆封了你做地方神 给了一个庙号 额号 那地方官就不能拆你的庙 其实这是一个中央王朝 和地方社会打交道的方法 因为我承认你的神 其实就是承认你 另外一件事就是打压 就是说当有些需要的时候 就说不准拜这个神 不准拜那个神 那那个就叫淫词 如果承认了你 那个就叫字典 就是你的名字 所以淫词就不一定是 与方淫那些有关 就是淫就是方淫的淫 但是未必是与性那些有关 做了淫词 就变成地方官可以随时拆你的庙 但当然这个是 就好像我们整个节目都说 不是由上而下 中央政府有很多政策 但是民间有它的反应 它会接受 它会改你的东西 或者直接拒绝 所以有时这个神 中央政府说拆封了 好的 那民间可以完全不接受 都会有这种情况 那当然 但是如果在 譬如在明朝初年的时候 特别是兵方马乱的时候 就是不知道哪个是兵 不知道哪个是产的时候 对于民间社会很重要 就是表达你的忠诚 表达忠诚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相信一些 和中央政府 和王朝相同的信仰 拜同一个神 刚才为你说的北帝 其实在诸三角 就是明初的时候开始流行 就是这样的 所以刚才谭先生和郭先生 说到由下而上那种 对中央政府那种抗争 其实不单止在明朝清朝 甚至今时今日 我们都见到这种情况 有一个例子 就比较近一点 就是1980年代左右 其实平山邓氏 他们面临着一次遷坟 那次遷坟的原因在哪里 就是因为屯门连弯那里 就要扩建这个堆填区 那为什么会影响到 邓氏他们的祖坟呢 就是因为本身邓氏祖坟 他们是有一个海境的 他们面对着一个海 但是因为扩建堆填区了 那就会遮住了他们的海 那么最大影响的是哪里 就是在1990年代中期 因为这个扩建堆填区的迫切性 所以港英政府当时 是直接自行签坟 帮邓氏签坟 那邓氏就很生气 就没有知会之下 对了 没有知会之下 而且因为他们觉得 你已经影响了我的风水 就是搞我的祖宗山坟 对了 那个祖宗山坟是我们邓氏的 命龙麦来的 那你这样搞 我们跟你死过 那个抗争的方法是什么呢 删了在1990年开的 平山邓氏的万物径 一次过删了 我不给你 因为其实平山的万物径 是邓氏他们的私人财产 所以这种抗争 我们都可以看到 我们管理民间宗教的方法 不可能由上而下 而很多时候 我们需要下而上 那种自发的能力 才可以保护到 甚至乎和中央政府打到一个教导 刚才提到北帝的那种北帝庙 有一个挺有趣的例子 就是我们现在 长洲太平清照 那种很热闹的 就是刚才提到 一个民间社会 如果是单性的 和一个性的 就是以祠堂为中心 如果是习性的 就以庙宇为中心 在长洲的中心点 就是那个北帝庙 所以每次搞太平清照的时候 都会在北帝庙前面的空地 有很多神坛 那样东西 一直在说 民间社会如何运作 如何透过祭祀 拜神 如何看到民间社会在哪里 就是其实一开始我们在说 那个祠堂是一个血缘中国 但是那个庙宇那里 表示另一个叫地缘中国 例如 村民会将所有他们觉得 是他们范围里面 属于自己的地方神 的神像会请来 请去那个神棚 你想知道村民心里面的地域范围 很简单的 你走去棚里面 你看看哪些庙宇那些神像 在哪里请回来 那就行了 又例如 他们会游神 游神的时候 他们会游一些 只是自己觉得 属于自己村范围的地方 因为游了就保护的 那条街不属于自己村范围的话 就不需要游的 因为我们的神不会保护他们 就是透过这些这样的仪式 是很好看得到 地缘那样东西 是怎样显示到 他们的地域范围是怎样的 是 华中有所谓的刑神赛会 或者叫五昌会 大家都是那个范围 如果是那个相关范围的神 就请来在一起 就是当时满天神佛 就搞一场大家都会 开心快乐的一个活动 所以他除了是一个宗教仪式之外 都可能是一个 大约加年华会的成绩活动 是 是 是 重要的在交场合 那是要狂欢 要跟平时很有规矩 要跟平时很有规矩 那小朋友很开心 即是可以拔赢 赢的鬚 就是那些时间 就是平时要尊敬长辈 在那几天 就可以推翻平时的秩序 男男女女 可能可以互相结识 平时很严禁 分开坐 现在又在那些庙会 所以可能地方官员就很紧张 这些刑神赛会 会不会搞出那些地方上好的风俗 所以我们说这一个民间宗教 或者这些制制的活动 或者宗教的活动 背后就是乡村的生理 即是乡村的运作 它的新层代謝是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通过这些制制 就是一些时间的过去 或者说人与人的交流 经济的活动 种种不同的就是在这些 运作或者进行 我来到这里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自由谈谈 或者讨论 就是今天讲了很多地方的市 或者讲地方的问题 我们讲得很小 讲哪个地方又如何 哪个地方又如何 我要问一个问题很简单 就是说当我们讲中国历史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小的地方 是吧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地方 你有没有被人问过 你做这么小 其实不代表什么 这个问题是经常被问的 你会怎么回答 通常 就是简单来说 其实意义在哪里 以小见大 就是虽然那个地方小 但是我们想的问题 要不要想一个大问题 我们讲的 如何在一个地方 社会里面 可以看到中国在哪里 中国不单止是那个 中国的规条 就是中央政府 那个王朝政令 如何实行呢 究竟那样东西 只不过一纸文书 去到地方真的实行的时候 那些人民 如何对待呢 就像刚才所说 会接受 会修改 会抵抗 各方面 透过这个表达 才真正的了解 中国历史的情况 这是我的想法 我再讲一个 科大卫在《皇帝要祖宗》 这本书里面 最后那一章 他最开头的这样写 有人问我 你可不可以讲讲 中国其他例子 他的答法 他想我怎么说 他感探 你想我怎么说 他生气的 就是说 你侮辱了所谓地方市的核心 或者做区域市的 关键的部分 就是说 这些本身就应该有它的价值 我的说法就是 我们一般以为 整体拆散就是局部 其实是错的 局部就是局部 局部的局部加上 其实超越全体 就不要认为局部 和全体是一个 隶属的关系 对我来说 是这样的理解 你也是地方市 你也是一九九 这样说 其实刚才郭先生所说 或者卓言所说的 那种在地化 不单止是外来宗教 去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的在地化 而是一种 国家政权 由中央去到地方的那种在地化 其实 时不时都会发生 就是我们除了说中国之外 因为我做香港市 我都经常被人问 那你研究香港市对 了解 了解大英帝国的历史有什么 有什么 有中国的历史 有什么重要 其实那件事就很 好像郭先生那样说 就是 因为大英帝国 一个这么大龐大的英国之下 其实它是不可能 每一个地方 它都捉住了 它是如何发展的 所以它 就无可避免地 要在香港 就被一些放了权 甚至乎在一些 英国这些命令 下来香港 其实是会改变了 这件事 我们由研究香港 就可以研究到 以前大英帝国的历史 运作 甚至乎大英帝国的运作 是如何 其实 我看的地方史 就是 我们知道中央皇朝 或者可能外来的强而有力的势力 比如可能外来的宗教 它尝试去改变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也看到地方的反应 有各种各样 即基督教在中国化 或者叫本色化 在地化 它那个张力 或者可能是从中国传统的 那样的皇朝统治 就是看看那些地方官员 他们的政绩 其中一样 就是对民间宗教的控制 所以中央与地方 哪个才是主角 都要谈过才知道 我们下一集回来继续 《历史是今》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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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